大家好,我是Chris Lim 最近有听很多人讲说 Polygon被遗除掉 找不到Polygon 所以怎样install回Polygon 而避免它会被遗除掉呢 因为Polygon它是一个 有root的程序 虽然是我们没有用root 可是它会当这是root 当这是virus来解读小米的电话 所以首先呢 我会下面有一个APK 就是这个Polygon的APK 给你们install 你们installPolygon的APK过后 在你这个应用程序 检查的时候呢 它会出现它是一个virus 它virus你就继续使用 不要管它 做完这个step过后呢 做完这个step过后 它会出现在这里 你就把它拉出来了 假如Bogo的series 红米的series还在前面 所以你先去你的手机管家 你去安全扫描 给它扫描先 当它扫描过后呢 它会出现 这个是virus 你一定要按忽略 按忽略 确定忽略 所以假如你去看它旁边的时候 你去按它下面的时候 病毒扫描白名单 它是忽略的 这样以后它就不会不见 你们在这个process的时候呢 它会不见是正常 因为polygon本身呢 是被它们列为是病毒 其实它不是病毒的 你知道我们是要用polygon来玩的 谢谢大家 Thank you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